黄景啊 你说你要去女子学校当老师 爹 我不去报社 有了很多空闲时间 我就想做点事 是 是 是 你提倡女子独立 提倡女子学文化 这一切都是 都是好事 但你现在是我们萧家的媳妇 你这一举一动 全都影响着我们萧家的形象 是吧 你万一出点什么纰漏 就是 哪有刚结婚就出去的 这也太硬了 杭景 你刚才说 那个女校是专门给贫苦女孩上课 我觉得很有意义 这是基辅的好事啊 不过当务之急 是你跟老三 应该让我跟司令 早点抱上孙子 那个北辰 说说你的想法 我觉得七一跟爹说的 都没错 但是要安 我 要是 所以说 这个杭景啊 你看你们两个新婚不久 是吧 关于你自己工作上面的事情 咱们以后再详细地谈 杭景知道了 来来来 时候不早了 早点休息了 我不困 生气了 没有 就是因为 我没在爹面前帮着你吗 我都说了 没有 你 就当真那么想去 女校上课 就算去不了 能够帮的 我也想尽量多帮一些 但是真的已经很晚了 好 那你先睡吧 你先睡吧 我先睡吧 你先睡吧 你先睡吧 我睡吧 那我睡吧 你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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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心关心我夫人的身体 总可以吧 我心里呢 我确定啊 要是不想发生点什么的话 乖乖的 上上睡觉去 我心里的不想发生点什么 进来 爹 七爷 怎么了 正好你们都在 我有件事 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那一定是大事了 这么正儿八经的 说说 其实吧 我觉得让杭景去女校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这 这 你再说明白点 杭景是萧府的少奶奶 她出去帮助那些 贫困人家的孩子 走进学堂 教他们读书写字 这 这就代表了 我们萧府的态度 还能帮助我萧府 赢得民心 司令 我觉得老三 说得有道理啊 现在的女孩可不一样了 都知道读书写字是好事 我要是年轻几岁 我也想去 这 爹 杭景她自其乐意 再说了 她能够代表我们萧府 去赢得民省 这何乐而不为难 行行行行 既然你们都同意 那我也就不反对 如果杭景心里真的愿意去 那就让她去 行 谢谢爹 谢谢七姨 别耽误我们抱孙子啊 是 是 是 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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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先生 你要买什么书 你生日怎么回事 你怎么又把垃圾 倒在我们家垃圾桶里了 怎么叫你们家垃圾桶了 这场在我们店门口 平常不是我们家垃圾桶 告诉你 这垃圾桶放在这条街上 就是大家的 行 我们老板来印象里 你不等着 叫谁来都不好使 老板 你公平平礼 隔壁那个疯婆娘 他又把垃圾 倒在咱们家垃圾桶里了 岂有此理 走 怎么回事 这垃圾桶放在这儿 就是大家共用的 什么时候变成你们家的了 老板 这桶是我打的 垃圾桶本来就是 用来倒垃圾的 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桶 没问题啊 干什么事啊 干什么事啊 垃圾桶全满了 我就没让你 好了好了 啥都不停 去叫黑猫去 公事公办 叫什么叫 谁怕谁啊 谁怕谁啊 你看黑猫把你抓走 你还拿黑猫去 先生 那个 怎么回事 你再把我皮鞋扎烂了 对不住对不住 快快快 赶紧给我收拾 对不住先生 搞得太急了 让您受惊了啊 我这就收拾 我心想说 就行了 你好 我想是 спокой的 我找你 我还把我找你 你做你找我 你就走 我找你 可不可以 我找我 你去找我 那你呢 什么 你��이 你不得了 我看我 是吧 基督山伯爵 之前释放这儿了呀 怎么没了呢 没事 慢慢找 我找找啊 我离你可快点 再不下了我怕我撑不住了 许大郎子 你千万得拖住我 总算是找不着了 加密的 先生 这是您要的书 基督山伯爵 对 中文吗呢 我找英文吗 英文吧 这 楼下没有了 我上去找找 老板 老板 也没有那么急吧 走 先生 请稍等啊 啊 啊 啊